大火狂烧 消防员拉着水管踏进火场 俄罗斯动用一丝砍德飞弹 在2023年第三天狂轰盾内刺客 德鲁日基夫卡镇造成一死一伤 连炸三轮泄愤 根据俄军说法目标就是海马斯火箭 标准海马斯显然是报复乌克兰 跨年夜袭击俄军大本营 微信照片拍到海马斯轰炸后惨况 俄罗斯国防部上修死亡人数从63增加到89人 是俄军开战以来最惨重伤亡 俄罗斯国内不只哀悼死亡士兵 也出现检讨声浪 新年一年乌军就告捷 纽约时报报道 最大盟友美国开战几星期后 在罗马尼亚驻军4000人 火箭发射7分钟就能打到克里米亚 在不参战的情况下 嚇阻俄罗斯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更说 有了西方帮忙 乌军已经收复四成备战领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